像在柯醫師裡面 爸爸就說一龍 我女兒開始在學講話 給我問一下 我爸都坐在後面 好 他都坐得很痛 很緊張 不過他的音樂都很簡單 我就問說 阿姊你這次來作秀 對 在哪裡作秀 哪補少 要作秀幾天 七天 還沒這樣 很緊張 我想這個問題 他真的 但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 阿姊你 你這個有明白嗎 他就說 等一下 我拿一個電子計算機 我告訴你 這個河馬上去的這個 開更鬧 歡迎收看三星報喜 今天 阿姊 阿姊 你們想記得等我一下 你們如果沒有等我就換那句 不好意思 抱歉 他跟我說今天 拜託 今天不是我要唱旗嗎 不是 我跟你說 你怎麼有唱那句 不是 我很久不可以等這句而已 平常很快 你都不會負擔我一下 我看你都沒有來 我來說我找一個來 你不說 不好意思 嗨 郎姐好 嗨 依君好 好久不見了 真的很久不見了 你是怎麼都不來讓我們看看 本我們看看 我小聲片的故事要唱什麼 對啊 抱歉 因為 你跑去生孩子嗎 不是 去那個中心的專輯 還有上一些心靈的課 做義工 而且要來我們節目 一定要有一個準備才可以 這樣喔 紅豆 對啊 紅豆 你有準備什麼 我準備 很特殊的 有耶 要很特殊的 你不要說給我們今天好 拜託一下 我創一個 Super Star 你幹嘛 不要讓你這麼香 不要再輸出 你的燈地 我是說你輸出什麼 Super 我說什麼 Super Star 對 來 我們過一個節目 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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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都認識了 真的嗎 你說出來我都知道 真的嗎 拜託一下 要看我今天耍誰來 我想要怎麼搖 聽不懂 爸爸那樣嘴 我想要怎麼搖 不然現在搖 那名字剛可能要說到後面 對 不然你先來聽一個聲音好不好 聲音你知道嗎 你好 你先聽一個聲音 我最好聽聲音 有了 先來聽 唱兩句了 好 兩句來 好 來 來 我欲替你浪丟丟 這樣我知道了 我欲替你 這就是聽得知道 對啊 不可能是他 怎麼可能 將會 怎麼可能 是啊 二姐 幾次我們節目要叫他來 他現在給我差多少 都不來 對啊 怎麼可能 反正他今天真的來了 來真的 我要跟他問 他要跟你說 跟你解釋 我不是帶一個人 對我做禮拜 沒有問題 那是什麼 要說得清楚 不是啦 絕對不是這樣 報告余立委 沒有 沒有 下人嘛 下人嘛 前立委 前立委 這句的更厲害 什麼這句的 叫做 三公集 三公集 對 三公集 我跟你說 我現在認爲 三公集的 都差不多跟我一樣集 不然這是男子嗎 這次這個跟男子 誰出來 我就知道了 好 這樣 是誰 好 我們就讓他 說一位的 來 余天 余天 你剛剛都猜得到那位是誰 那以我跟你的交情 應該你也知道我是誰 誰啊 不知道 對 你怎麼不知道 你啊 沒有了 我好想啦 哥哥你的表情好像知道 不是 我覺得 什麼時候我認識 怎麼 鄉隆現在又不出來了 又不出來了 你這是我最資深的 你都又不出來了 除了你知道而已 我也這樣 我哪有可能又會出來了 不然我這樣 現在跟他兩個請出來 沒有啦 再說一下 再說一下 再說我沒有 我一定會把他又出來 對啊 多講一點好不好 對啊 老師 多講一點 你沒有猜出來我是誰 我就已經很火大了 要不然我就把你以前 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我全抖出來 說 快說 我也是叫不出來 因為知道我以前 沒有說得清楚 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不是 我們一定要叫他們出來說得清楚 到底會發現什麼事情 好不好 掌聲歡迎我們的歌王 歌后 好 劉大師 你好 你好 可是我以為 女生應該是江蕙二姐 沒想到是思安 我是胖了水的三姐 解釋一下 因為思安也有 而且他以前 也讓我們二姐 這點怎麼唱歌 是 劉大師 你今天火氣也這麼大 對啊 你說的也沒什麼客氣 不是啊 因為你看看我剛剛跟 跟他出來唱歌 我一句都沒唱到 劉老師啊 你不曉得剛剛出來的那首歌 曲名叫什麼 缺名叫什麼 叫什麼 你就喝奶了 對啊 就是叫大師 你就喝奶了 喝奶 我就 所以 沒有你唱的分 不是 我就喝奶了 就算我就喝奶了 那也不能一句都沒唱到嘛 好唱 好唱啊 對 好 現在現在再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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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 看他要唱什麼 好 講到什麼 梅花 梅 花 梅 花 梅 不 等一下 怎麼麥克風都沒聲音 他瘋麥 麥克風把他瘋掉 是這個意思 這樣就不讓我唱了 沒有 有意思搞得好了 有唱歌就好了 我覺得你第一句 我很久沒唱了 為了你們的節目來唱歌的 是 這樣喔 你剛好聽到說他跟你是師工 師工級的耶 是論輩分的 這是演藝圈的師工級 真的 重量級 你是說到現場人比起來 你算是師工級 跟他們都有關係 怎麼說 你看看嘛 這個 我的 對 這大家都知道 鳳飛飛又是在龍千玉 出道的 是 旁邊這位又是 我的師妹 你的師妹 對 所以論輩分 我就是師工級的 以前我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要唱歌嘛 有在鳳姐姐她家住了半年多的時間 這樣 對 那鳳姐姐真的是 全歌台裡面最親切最棒的天后 怎麼說 我記得有一次我自己去錄影 結果回家的時候 忘記去收拾 家裡都沒有人在喔 結果我們就坐那樓梯喔 很隨性耶 肩膀膀就坐下去 坐下去之後呢 她就教我唱歌 她那個時候已經是天后了嘛 天后那時候她那個 楓葉晴啊 我是一片雲啊 哇 紅透半邊天了 很紅耶 很紅很紅 我記得 鳳鳳的名字也是你們爸爸好好的 是不是 是 張中榮老師好好的 他好好的 叫張陽就是我好好的 這有意思 他如果說到這有意思 這算不代理 可以說鳳輝輝 我親切都解釋得到 如果沒有鳳輝輝 他不可能紅這麼多 你現在是誰跟娃神 是嗎 他還好 你老師嗎 對 你今天是劉老師嗎 對 所以我 張中榮跟他很熟 中榮 中榮跟他好好的 對 張老師 你的名字是你們爸爸的 我的名字是我們爸爸好的 鳳輝輝一個龍飄飄 龍千玉 龍飄飄 龍飄飄也是你們爸爸的 不是嗎 龍飄飄還比較資深 還比較早 還比較早 妳要講我知道 妳要講龍飛飛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剛剛雅萍姐買了 妳是鳳千玉 妳是鳳千玉 我頭到龍飄 妳不要講主言 心神不理 心神不理 對 結果呢 這個鳳姐姐真的很好好親切 她就在這裡教我唱歌 所以我有很多 唱我的技巧 真的就是鳳姐姐教我的 除了唱歌之外 做人處事 孝順父母 對兄弟姐妹有愛 真的 從她身上 龍姐對我們這些 師弟師妹都很好 因為有一個 很好的榜樣給我學習 這個也是傳承下去 對 這些都是我教鳳飛飛的 什麼 什麼 好啦 妳說什麼我都知道 我有聽鳳姐姐說 說非常感恩劉老師 妳做這麼多好聽的歌 還好妳今天出來作證 是 真的 有些人吃幾季就要拜祝陶 鳳姐姐她 這麼多歌妳說怎麼會 差不多應該都滿熟的 都是 很多歌都是我幫她寫的 是 真的 這倒是真的 隨便點一首就是 吳月的花 吳月 我知道 那首 吳月花是個打酒窍 裡面的小街真不在 怎麼那麼熟 我的歌被妳擺成這樣 我記得以前這首歌 就是人家都這樣唱的 那是B版的啦 人家這麼晚不是這樣唱的嗎 太過癮了 感謝你 感謝你 這首歌我都曉得是你做的 這都是我做的 真的 而且我還知道這首歌好像是 劉老師在吳月花酒家的時候 對啊 這是 余天帶我去的 有 誰怪 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妳要怎麼有機會再帶我去 好 我聽說 龍姐 妳今天來這裡有事情好像要拜託了 是 我今天認識就是帶我的小師妹 我們江蕙的接班人 二姐的接班人 拜託余大哥 宜君 是不敢不敢 可不可以請劉老師呢 生我們這個師妹為學生 是 土地土地 他真的很有才華 很會唱 喔 這 老劉啊 我跟妳講 這有事啊 大老爸跟我交情好四十幾年了 是 梁山 廣播電台 你知道吧 我們都叫他鴨嘛 對啊 對不對 好好照顧一下 看在我的面子上 是 但是妳這是為難我嘛 為什麼 拜託啦 全世界好幾十億的人口 都要當我的徒弟 我呸 妳反應也不要那麼大嘛 妳怎麼一共啊 全世界好幾十億 我 沒有光幾萬人我還相信 還是說老師有沒有收什麼 條件啊 對啊 條件是不是 對啊 讓我有學習的機會 因為我很久沒有收徒弟了 而且要達到我的標準 我是很嚴格的 如果沒有達到我的標準 妳講出來嘛 沒關係啦 第一個 歌聲要有親和力 是 親和力 我來試試看 來 老師你挑好買 你們一定要有我 如果沒有我就不夠精采了 前有側速照相 限速50公里 前有警車出沒 祝您行車平安 還有喔 來賓111號 請到8號窗口 那都是我啦 這樣都精采了 但是現在這樣很適合 沒有強調的測速器啊 第一代 對啊 那是第一代 我聽過第五代了 第五代是怎樣 第五代更親切 她不是妳剛剛第一代是什麼 前有側速照相 那我第五代是 前有側速照相 真的 真的 而且第五代的 更好玩是 她大概呢 開了大概一個小時 她會提醒你 好 不能睡 真的假的 我有聽過第三代 第三代是怎樣 老哥 老哥 開慢點喔 前後照相 老哥 老哥 你會叫老哥這樣 這樣是代表的啦 是 可是她的聲音真的好熟喔 對 那是你錄的啊 是 那是什麼機會呢 因為我哥哥 我堂哥他有在開錄音室 當然有接到這種廣告的 剛才開始在錄音室 就有當地人要來錄這種特殊的 包括什麼投油雞這種的 她就說 師父妳會試試看 結果我就這樣 亂說錄音室就錄音室了 親切是可以的 過關的嘛 對 這個因為每天都幾乎聽到她的聲音 對 還有其他的條件嗎 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 抗壓性我們大家都了解 你說什麼方面的抗壓性要有夠 尤其在舞台上面 常常要唱歌的時候 尤其遇到那種前輩 站在你旁邊 對 這個很會唱歌 但個性不好 脾氣很壞 又不好相處的這種前輩唱歌 你要很正經八百 然後唱出平常的水準 如果還能唱出這種歌聲的話呢 那就表示抗壓性夠 老流啊 我們現在講 這個人到哪裡去找啊 對啊 這是 還在嗎 有 有啊 很好找啊 現場就有一位啊 不是 這麼老流而已 我不會唱歌 應該不可能是我 不是 我有說你嗎 不是 像我一個人會唱歌而已 不然我多少人會唱 那就是你呢 這樣我就會考慮 我阿傑唱給我 阿傑 對 我要叫阿傑輪胖 我們要叫阿傑 對不對 我們兩個怎麼這麼... 太厲害了 果然啦 余天站在陳時安旁邊 還能夠抗壓性這麼夠 不錯 是我啊 你有講我 你怎麼弄鬥病吧 你講得我心動跳很快 不是他真的很默契 還叫你... 你還叫他叫阿傑 對 我一種以前 我都年輕時看他大小的 真的 40桶年了 跟我們爸爸 兩三年 對 觀眾還沒跟他贏成結婚 這樣真的很默契 他們兩個好像在台北 就開始學生了 對 後來就是 阿傑繼續唱歌 我們爸爸都開始走到演藝 走到那個... 廣播界 廣播界 對 你那時候有對於余大哥有英雄 印象太深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很紅 是 走到哪裡 走到... 他那個時候就留這個燒鬍子 就燒到現在 不會啦 沒有啦 那時候還沒... 還沒流啦 還沒啦 可是我看到你的時候已經有了 那個沒那麼粗 對... 一點點 那個時候他來喔 陣仗都很大 然後我感覺他很像是 當時如果這樣算 他應該算劉德華 那個時候的感覺 受歡迎的程度 跟他的長相這麼帥 對 對 而且 阿傑來 你會開心喔 好開心 好開心 而且來的時候我們最開心了 有什麼 因為家裡就會扮插槽 大魚大肉 蜥蜜 什麼都有 兩三是晚期這麼穿這個嗎 這裡有吃這麼好 拜託 我都是 我都這樣吃 剛才吃的飽而已 所以你爸應該是很好客的 對 什麼東西都好人家 尤其我小時候 印象最親在探戈中的時候 因為家裡都要交給 就學費嘛 有一些課外教學 我就看到 阿傑來我就很開心 因為有好料的湯匙 然後我就會 爸爸 爸爸 媽媽要交五百塊 戶外交學的費用 這就是說什麼 五百塊 我們爸爸根本還沒開始開水 他就主動 拿一千塊出來 哇 有夠台風的啦 我說啦 我那時候好像不得美的 我那時候 好像扣在那裡 像那一千塊 無藍衫的喔 沒有啊 無藍衫的 你說五百 我說 沒有我爸 我都在家裡 對 在家裡 當然要帶 晚上三個香 記住說 這要吃辣的 我們每天都分 晃晃晃這樣 你還不記得第一次 你做 播音員的時候那個情形 我記得我第一次 就是爸爸安排 丹一龍 大王 讓他做好問 那個時候很緊張 我跟你說 不要說你緊張 我看他 丹一龍比我更緊張 他不做 丹一龍不要說話 對 他故意啦 很故意 像在柯醫師裡面 爸爸就說 阿一龍啊 我們女兒 剛開始在學講博 來讓好問一下 我們爸爸坐在後面 好 他都坐得很痛 很緊張 不過 他的音話都很簡單 我就問說 阿姊 你這次來作秀 對 在哪裡作秀 哪補賞 要作秀幾天 七天 又沒有這樣 好緊張 我想這個問題 他真的 他真的 但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 阿姊 你 你這個有明白嗎 他就告訴你 等一下 我拿一個電子計算機 我告訴你 這個河馬上去的 開根路 這個就是台北 他就很有話說的 好 我叫他電腦王子就是他 就是這樣 我問問為什麼要開根 他就說我不知道 這個跟阿姊 他就按下去 這個有一個這樣 這樣就開根 所以要投其所好 對 在他輕出什麼就跟他講 那時候就不會 打開戲 是 余大哥跟龍姐 你怎麼有這個經驗 第一次你去參加 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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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以前在公國都要靠電台 對 因為那個音樂都聽到聲音 沒看到人 對 我那個聲音很慘 結果我有一次去訪問 聲音有夠慘 之後我倒回來 對她的聲音念念不忘的 女生 然後我回來我就學她講話 是喔 妳怎麼會這樣 她怎麼會這樣 各位親愛的 親愛的親愛朋友 大家安安 我是龍謙玉 歡迎妳 妳說這什麼 我知道什麼 我也是頭不知道 我也是聽的時候說 我這個女生很慘 很慘 有夠賣人 是啊 有一次 什麼 有一個我們怎麼會的歌聲 是 然後帶來後台 常常說說 哎呀 余大哥你好 我說 就是那個聲音 對啊 聲音好迷人哦 那個聲音跟人差 那個主要 你都很聽 播音員 這是很聰明的 對 因為他們都賣聲音嘛 所以各種聲音都有啊 而且我這次很感性 對啊 對啊 所以播音員 真的很不簡單 對啊 像我自己 我的節目是商業節目嘛 然後會遇到聽眾 有一些天賓 譬如說她卡電話 我們已經介紹這些產品 我們在京報做的 這就可以跑 很好耶 是 歡迎我們的聽眾朋友 來主文電講 主文電講的專程是 空拍空空 滋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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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卡進來 結果卡進來之後 她就說 斯安啊 妳的東西是很好用 我聽到大家都用過的 都說很好用 不過 太陽我用了 都會走便宋 我說走便宋 她說都卡到走便宋 哪有可能 我這東西很好 我覺得 泡到 這跟那也很厲害 對啊 結果她說 妳不是在賣什麼 什麼薑膊 我說 薑膊的 泡腳包 要想的是 泡腳包 我當作是 她就 在這裡泡 泡腳包 她就泡腳包 她就泡腳包 難怪在找便宋 用法不對 泡腳 泡腳 人家要介紹泡腳包 她當作是在泡腳 聽不清楚 什麼真的都有 是啊 還有 還有人要來點歌 也很趣 沒錯 靠電話說 斯安啊 給我點一條 做 是 是 我跟妳說 是 但是三個人就 問說不是 老婆唱給你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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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歌名 這很重要 對啦 是 今天剛才我們在 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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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不然我們就大家 播音樂的過程 要點歌的過程 再演一遍 現場把它呈現出來 好啊 你當個觀眾 有Call in進去 好 我們現在就在做現場 Live的Call in 我們在旁邊的天后 我們的龍千玉 龍傑 斯安 你好 各位親愛的唱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嬌 是 今天很開心 可以跟龍傑作詢 在空中跟聽唱朋友來記名 是 待在他的歌曲 那麼現在我們就開始 來開放唱歌 好 我們聽唱歌的人一定很多 好 你好 有車嗎 我要叫車 我要叫人 沒有 我們現在 不是 我們這是點歌時間 這個Call in的現場 現在是陳思安 這樣好問龍傑魚 拜託這位觀眾 你會踩不對 我們這不是車行 拜託 你車行 對啦 沒有點歌嗎 沒有點歌 點歌 我要點歌 好 來點歌 我要點什麼 沈沈的 沈 沈沈 我在沈沈 它有什麼沈 沈沈的 主題曲 什麼 沈沈 小書 我跟妳講 龍傑 妳有看 不是啦 妳本來還有好跑 詩安跟我們的龍傑龍傑 在這裡 很讓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在這裡 很讓大家有一個美麗好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不好意思 我們節目還不算 你們在拍 我們這個拜拜 你們在說這次廣播節目 這個播 拜拜 我們節目結束 我們節目不算 對 反正就是這個情形 我們很趣 是 這個妳覺得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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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老師 收我做徒弟嗎 好 我聽了那麼久 那我就決定 是啦 是我啦 是小相會啦 沈沈 我跟妳講 妳不要找錯 就很難教的 因為我本身 本來我就在節目上面說欣賞她 妳大哥 我要說我唱歌進步了 但是我要說公道話就是 跟沈沈沈沈 我真的比較難教 對 妳已經收她 我非常感謝妳 我兩個都收啦 因為我本身就很欣賞妳 那思量也一起 就是要把妳帶走 好啦 我一起收徒弟 是是 我對妳去啦 一起走 妳...妳臉... 妳臉... 妳臉... 像我們兩個是要逼 像我們兩個要逼